我们正在巡逻 不要感染我们正常训练 在侯友宜防美之际 国防部争获共击68架次 共箭10艘次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超不给面子 民进党也炮声隆隆 侯友宜的外交成绩单 我们对他有期待 但到目前为止就是零分嘛 替侯友宜外交成绩打上鸭蛋 但还没踏上美国国土 就传出他15 16日两天 在纽约市与纽约州活动 美方远景全程护卫 特别是参访纽约市警局行程前 会有元首级待遇的警车全程开到 是其他总统参选人 都没有获得的待遇 八天访美行后 什么时候请假投入大选 也将成为蓝绿攻防重点 有可能直接不参加 这一次的施政总咨询 不来新北市议会 不来之后会由刘荷兰副市长 来代表他 报告明年总预算 代表侯友宜来做施政总咨询 该进来报告就进来报告 不要真的变成一个落跑市长 我在美国访问后 我会按照我的一个集成 来跟我们的市民朋友 来跟我们前罗人民来做个报告 毕竟新北市预计26日开议 27日施政报告 按照先前惯例 2019年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10月15日施政会议后宣布参选 有完成施政报告与巡答 请假88天 朱立伦2015年10月 完成施政报告与巡答 随后请假90天 若侯友宜927请假参选 请假天数达109天 传出党内也有声音呼吁请辞参选 避免重蹈 韩国瑜覆车 侯友宜是国民党征召 并正式提名的总统参选人 我们一定会集结所有的力量 齐心齐力 努力往前走 会不会请辞 或什么时候请假 党内议员没多说 现阶段把重点放在防美 力求交出漂亮的外交成绩单 进行文中报道